创用CC影片素材的下载 那譬如说我这边想找有关世界影片 WORLD 然后点YouTube的Video Video就是影片 跟世界相关的 诶,这些影片都可以免费下载 你可以下来剪辑使用,切割什么的 诶,不一定合适,看一下筛选器吧,这里 有看到叉叉吗 表示它有启动创用CC 那我们这边再打一个啦,打个大嘴鸟吧 当你点搜寻那边,在YouTube直接可以做了 预设是找到所有影片,这边有个筛选器,有看见吗 点起来以后呢,有看到叉叉叉吗 你把它打勾,表示 这些影片都是符合叉叉叉的影片 听懂吗 在YouTube直接可以点了 打完你要搜寻的影片,接下来点筛选器 现在就是已经包含了叉叉叉叉 所以呢 这些素材都是,大嘴鸟,而且符合叉叉叉叉 这些影片你都可以拿来做修改 或在教学使用,或是做什么 在公司播放都不会有任何问题 我们顺便看一下喔 个人来讲呢 假设我上传一个影片 好 我也上传很多影片呢,你看一下吧 我上傳很多影片,其實因為上傳有點多啦 所以我就懶得夠,我上傳了2400多個影片 來看一下吧,如果這個影片在上傳那瞬間 其實,各位看一下喔,這邊有什麼東西? 有進階功能吧 預設是YouTube的授權,就是版權屬於我的 我可以把它勾成創析,人家找就可以找得到這個 所以影片在上傳那瞬間,就可以把它宣告什麼? 我影片給任何人使用 這樣了解嗎?是在哪裡? 預設在這個地方你常看的 只不過因為我上傳太多,其實我有點懶得進來勾這個啦 反正我認識電話教學,先上看一看你就會就好了 你大概也不會拿我的影片做什麼修改 所以我是懶得來勾這件事情 我也願意給人家去做這件事情 不過我懶得勾 有聽懂嗎?所以影片在上傳,為什麼可以找得到? 當你在上傳影片那瞬間,我可以宣告 由標準的YouTuber授權,我都可以勾成給所有人可以免費使用 當然改完就要做存檔 這樣了解嗎?所以我在YouTube裡面找其他的影片 我想找風景的耶 可以啊 跟風景相關的影片,請你幫我list出來 接下來再來點哪一個? 篩選器,把這裡打勾 啟動 那這些影片就是你可以拿來免費做使用 就是影片的素材下載 那各位再試看看